讲到压力 我们今天找到梁玉铭 梁小姐 梁小姐 听说你照顾妈妈中风 先生血癌 女儿脑瘤 是的 这样啊 妈妈是中风以后你在照顾 对 我母亲中风以后 她就 因为那时候家里面 我跟我先生闲着 我弟弟还在线上 两个弟弟在线上 还在有工作在做 所以就说要不然 反正哥哥你们闲着 你们闲着 你们照顾 那时候你几岁 负担一点金钱 费用 你几岁 那时候已经六十多岁了 对 那我就继续照顾 那妈妈几岁 那时候妈妈才八十四 八十四 重不重 七十多公斤 那这样算 这个很关键 对 你要把它翻身 那要扶起来干嘛的 对 他刚开始还有一点会走 就扶着还可以走 可是呢 慢慢地越来越重 越来越不会走 那这样几年 我照顾了两年多 两年多 对 那你先生什么时候得血癌 就在我照顾我妈妈 外劳来了 那时候我爸爸 因为看我身体 也快垮了 整个人 对 整个人就瘦下来 我就从那时候瘦下来 那本来几公斤 我本来 我本来有五十八 瘦到不到五十 我们同学看了都觉得 我们同学会啊 看了都觉得 我可能有病了 瘦了快十公斤了 对 可能有病了 忽然那个 那我也觉得 可是压力很大 对 可是去检查 OK 没事 都还蛮好的 对 所以我是觉得 那后来先生 什么时候得血 就是我外劳来了以后 我比较轻松愉快了 但是那段时间 因为他照顾我女儿 然后又要给他弄吃的 就是我的工作 他全部拿去 重担就在他身上 我觉得应该是 那一段期间 免疫系统降低 还是怎样就发定了 就血癌了 得的是那种慢性的 那种骨髓性的 它是骨髓性的 是还比较好治疗的 对 然后健保又有给付 就是一种比较成熟的癌症 是 那所以呢 就把它救起来 就当慢性病来治 三个月去一趟 那样的话就已经 是 渐入家境 觉得就很 就比较轻松了 是是 那女儿是怎么了 女儿是十九岁的时候 就已经坐 在学校跌下去 然后发现是脑瘤 那时候就开了 十九岁 他十九岁 大学 对 大学的时候就已经开了 开了以后呢 那个救回来 是良性的 是良性的 那 埋了一条管子 是 在那个腹部这边 埋了一条管 然后 就常常 跟天气有关 只要天气不好 他就头痛 然后 整个上半身 都会不舒服 看医生 没有用 止痛药 一直吃 一直吃 后来他也说 不要 我不吃了 没有用 他就自己忍耐 忍耐呢 有人介绍我说 哪个宫庙 看看 哪个 走一走 所以慢慢的 我就走上了 这个 就是他有点 开启这些东西 求神问朴了 我就开始这样 反正我本来也在宗教 宗教界也有认识一些 这种人脉 什么什么的 对我来讲 并不困难 对 所以那个 就走到 就是说 都比较偏这边了 这个良良姐是 原觉文教基金会 曾经担任董事 十二年 对 因为我 所以佛教界有认识人 认识的 都蛮多的 就是听到了 就去接触一下 什么的 对 所以得脑瘤 从十九岁到现在 到现在 就需要照顾吗 那个发作起来的时候 那天翻地覆 好的时候 甜甜蜜蜜 什么叫天翻地覆 天翻地覆呢 就是 发作起来 好像精神病患这样子 对 大吵大闹 然后说那不是他 我说那是谁 他说 他就会说一个名字 说那是谁 我说好 然后下次再闹 又是另外一个 再闹又另外一个 大概有四个 有点像解离的状况 那他是能够 会看到那个东西吗 他知道是谁 他看不到 他没看 他说没看到 那有时候又有 又做出那个人的表情 说这样子 那四个人你认识吗 我不认得 那不认得你怎么知道 那是另外一个人的表情 他会做出不同的表情 是这样子 对 他会做出不同的表情 然后 那个不同的表情 你可以示范一下 个性 就是语气 那有的就是顽皮说 不要啦 不要啦 怎么样 声音变了 对 声音也会变 说不要 那有些就比较沉着的 不要闹 现在不是你闹的时候 那是另外一个 那都是女生吗 有一个叫 应该有两个女的 两个男的 所以他生意 有办法展现出男生吗 可以 他可以 他可以那个表现出来 行为动作也变成男生 对 他不是已经十九岁 已经开完 开完了 他现在已经四十了 那这一路走来 也蛮辛苦 他很辛苦 他很辛苦 你们也很辛苦 我们也很辛苦 那我先生脾气比较急躁一点 就会跟他强棒 就会跟他碰撞 所以他们两个就 怎么碰撞法 互骂 就他们会骂 然后就哭闹什么什么 那我先生会踹他的门 会干嘛 就有这些冲突 冲突 对他们两个都相看两讨厌 所以现在还处在这样的状态下 现在比较好了 因为磨合那么久了 我不理你 你发生什么 不干我事 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有时候出门回来 看到好像气氛不太对 我先生说 我一句话都没讲 意思就是他不是他惹的 我女儿女儿也说 我没有惹他 两个都撇清 我说好 没关系 这个状态我可以理解 这个大草大闹天翻地覆 大概多久一次 很久 久久一次 然后互相不理 要不要一个月 好几个月 好几个月才一次 好几个月 那甜蜜的时候是怎样甜蜜 甜蜜的时候就帮我洗碗 妈妈你现在怎么样 我帮你忙 然后给我很多鼓励 很好什么什么的 然后还跟我讲一些 他看到的视频 那道理 讲的也很有道理 然后讲出来的话 也很有智慧 我都怀疑那是谁 那不是你女儿吗 对啊 我说那刚刚那是你吗 太清楚 太清楚 有时候就说 是我 我说那很棒 那你去看他 带他去看公庙 那公庙怎么说 他护身吗 没有 说没有 说没有 我有带他去看那个 就是说通灵的 通灵的老师 通灵老师 对 他说没有灵体的 没有附体 他是没有附体 那我女儿说 本来就 我就没有附体啊 我还是我啊 只是他们来干扰我啊 我就想 我就理解了 不是附体 是干扰 叫做灵扰 灵在你旁边 你像我们都 其实我们旁边也都有啦 只是我们不会被干扰 是 我们 不知道嘛 那他呢 会感应到 是 因为头开 他说脑这样子 开过了 那是脑盖 这脑盖骨要拿起来 弄那个脑 然后再盖回去这样 就开过了 就那个 所以当时开 那个 保护罩没有了 是把他的整个头盖骨拿起来 对 开完以后再放回去 十九岁到现在四十岁 所以你们家二十年来 都过这样的生活 对 都过这样子 对 因为没有办法 所以他没有上班 无解 那对不起 所以你这长久以来 其实都承受很大的压力 对 所以我很早就会 那对不起 我们刚刚那几个来边 讲那个算什么 对啊 我们是什么 我们唱会 我们可以这样浪费 对